學生家長上午拖著行李 重到高雄前鎮區某高中 孩子家長一起搭專車被載走 有的則是阿公阿嬤趁隔離前 來看孫子一眼心情好交集 校方前一天晚上11點緊急發通知 24號一早學生起點到學校 全部不能進教室 全校士生大採檢 甚至有學生整班被載到集中檢疫所 因為高雄一口氣暴增13人確診 高雄嘉林16天後破工 爆發工廠群聚感染 40多歲女員工生病就醫確診 師傅匡略化學工廠56名同事 其中10人染疫 同住家人也有2人確診 其中1名還是高中生 總共13人 確診者全部打過2到3劑疫苗 還是擋不住Omicron大魔王 確診足跡也是多到不行 從數十店 餐廳輕軌站超商 通通有 疫調初步懷疑 案例22456 60多歲男員工 17號先發病 懷疑就是最早的感染者 但依舊感染源不明 目前已知的高風險的一個外縣市 這個部分停留或旅遊的一個狀況 不排除感染源可能來自外縣市 由於確診個案參加喜宴 其中賓客來自高風險地區 是否還在進一步疫調 只是高雄突然疫情大爆發 民眾人人自圍 記得一請網說 SN加組 高雄導